第22集 翡翠骑士 小犬台风进入北部湾 后有南海高压紧追而来 所以加快速度向西直冲 前面来报有伏兵向我方杀来 口喊 活抓小犬 军师研判是越南高压拦住去路 虽然我军有救亦必死之心 也不能如此快速被杀 于是转西南往南海移动 应开追兵 能撑多久就多久向南海直奔 人马皆困乏只剩下不足30人 小犬台风发出最后一道命令 命令全军下船潜水而生 不得有违反 半日之后 追兵团团包围小犬的战船 登船之后 只见小犬与军师蹲坐在暗桌 已经气绝多时 圣怒之下一把火烧了战船 突然熊熊烈火之中 窜出人形与犬形两道灵光 此时天空传来恭迎 小犬犬与天天机军援员归微微 并浮现 翡翠有得出东方 关岛西北500公里的 15号台风不拉万 人称翡翠骑士 受万民拥戴 军力极速上升到928百趴 中间时速260公里 阵鼓十八响 气势如红威力外军 军师预估战力还能达到时速280公里 向西北转东北进击日本 消灭太平洋高压 到底15号台风不拉万是否能如愿呢 请继续锁定 竹签心看气象 气象看住签心 每日更新的 第23集 突破界限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 欢迎点赞 评论关关舞台来 如切无信心